妻子出轨,男子捉肩在车,当场扬言要拍摄视频取证,对方却满不在乎地表示你随便裸。 盛怒下,男子持刀追捅肩夫,却又在看到自己妻子因为保护肩夫而受伤时,心软收手。 近日,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获知了这个案子。 一段时间以来,张某感觉妻子王某出轨,但没有真凭实据。 为了查清真相,张某在王某的车内安装了定位器和监听装置,得知妻子出轨的对象是自己的同事李某。 张某找到李某交涉,李某进口出狂言,你管好自己老婆就行。 事发当天,张某通过手机的自动接听模式,听到了两人出轨的证据。 怒火中烧的张某赶到大桥边两人偷情现场,要拍照保留证据,没想到两人满不在乎。 妻子王某还挑衅说,你随便拍,张某怒火中烧,大喊我杀了你们。 随即拿出尖刀和电棍冲上来要教训他们,李某和张某牛打起来。 张某掏出电棍垫了李某后,又掏出刀子捅了李某胸部腹部起刀,李某被捅伤后逃走,王某为保护情夫拦住丈夫时被捅伤,两人的伤情均为重伤二级。 随后,张某让妻子开车送李某前往医院后走,自己报警自首。 最终,张某因犯故意杀人罪,被判处有期不幸三年半,并赔偿李某9万余元。 最终,张某因犯故意杀人罪,被判处有期不幸三年半,并赔偿李某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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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